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是围绕着下面三个部分进行的 比如讲解声词啊 分析语法呀 还有习题练习 那Landy老师的新概念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我把每一篇课文划分了两个学习模块 分别是口语训练和课文金讲 模块一的口语训练呢 是语言学习最重要的环节 真正让新概念第一侧回归到口语练习 听说部分结合了我的王牌课程 引直听说的核心321训练方法 你只要练习上一篇课文 就能发现原来英语不用背诵 课文也可以倒背如流 在你能听会说的基础上呢 再来进行模块二课文金讲的学习 你会学到词法呀 句法呀 还有口语训练等等模块 其中词汇积累部分 结合了我的专利方法 单词速记四合一 如果你还没有系统学过 强烈建议你先去听一下词汇课 只要听上一节课 你就会发现原来不用学音标 不用去抄写 单词也能记得又快又牢 听到这里 你是不是发现买这条新概念课 简直是赚大了 我大致介绍一下同学们 即将要进行的进阶路径 第一侧新概念一共有144节课 大家不要被这个数字吓倒 其实真正学习的课文 只有一半72节课 因为这本书的课程设置 非常科学 它是单数双数搭配的模式 单数是课文 双数是练习 也符合了Lennie老师的教学理念 语言就该三分学 七分练 有个五年级同学的妈妈 曾经分享过她走过的弯路 她以前学新概念的时候 双数课直接跳过 第一侧学了两遍 效果也不怎么太好 后来听取了我的建议 回归到三分学七分练 完美掌握了第一侧的全部内容 这个灵机组的妈妈 成功的考取了英语教师资格证 咱们将全部课程规划了三个阶段 阶段一呢 包含是第一课到第五十课 是英语入门的基础中的基础 那咱们在第一个阶段结束的时候呢 我会加入到复习课 会带着大家一起回顾复习 前五十课当中的重点的发音规则呀 词法呀 句法呀 还有语法 包括动词啊 名词啊 形容词 副词等等一些基本的词法 还有陈述句啊 歧视句啊 疑问句啊 等等不同的句型变化 那么在实态板块呢 我们将涵盖一般现在时 现在进行时 还有一般将来时 阶段二包含了五十一课到九十六课 这里学习的内容相当于是对 第一个阶段的融会贯通 我们会学到更加实用 更加综合的一些场景 阶段二里面 我会对一些课文呢 分成上下两讲 因为随着咱们的课程深入 我们需要复习的学习的知识点 就越来越密集了 为了能够带着你吸收咱们整本书的精华 所以呢 需要阶段性的复习和巩固 我也会根据每一篇课文的知识点啊 进行有针对性的整合 那在第二个阶段呢 大家的词汇量啊 包括是句子积累 还有我们的语法的基础 会达到一定的程度 阶段三包含第九十七课到一百四十四课 那在这些课文当中 作为课程的最后一个阶段 场景方面啊 大家不单单会接触到日常交流的口语场景 还会学习到如何进行书面表达 比如说如何去给别人写短信啊 写卡片啊 或者以及怎样用英文写一篇文章等等 阶段三当然也会涉及到更多的场景 还有实态的使用情境 让大家通过丰富的语境呢 来学习阶段三 等到课文全部结束之后呢 我会带着大家把所有的知识点再梳理一遍 作为对新概念第一册的一个大总结 整套课程当中啊 有超过三千个例句 还有一千五百多个核心单词 也有一百五十多条经典巨型 还有四大常见实态 那我基本上都是用最通俗一懂的方式讲给你听 让零基础的同学们学起来也津津有味 相信你学完这道课程 你的英语学习一定会燃起浓浓的热情 我还要再向你强调一下 咱们每一节课程都是相互承接的 经过系统呢 口语训练以及课文金奖 再加上双数课程里安排的课后练习 能够及时的巩固你的学习效果 学习呢终究贵在坚持 我相信通过Landy老师趣味性的教学 一定能够牢牢的抓住你的注意力 而你呢只需要每天坚持 并且及时做到学习加复习 通过咱们新概念第一册的入门课 一定能为你的英语水平 打下最牢固的基础